26号傍晚花莲民众抬头往天空看 发现火烧于美景 录影拍下画面 凌晨发生6.1地震 外界联想 这是不是所谓的地震云 不过地震中心解释 火烧云跟地震比较少相关 也许只是刚好 看到的景象就是一个晚霞的现象 这个就是一个大气的光像现象 不过0403花莲强震之后 余震不断 科学教育馆警报声响 模拟地震来袭 栏杆剧烈摇晃 桌上的水壶也有明显的位移 好几起余震都发生在半夜 实在让人好困扰 日七号凌晨一阵地震监测直播 涌入20万人观看 有网友就直呼 怎么又是半夜两点多 真的是要疯了 到底要不要给人睡 不过要小心 原因切勿因为受到惊吓急着逃离床上 很可能会被翻覆的家具给砸伤 应该要转身脸部朝下趴着 并且卷起双脚 并又枕头保护自己的颈部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不要相信地震时要躲在黄金三角 这是错误的防灾观念 可以在家里配备紧急避难包 里面放置水干粮日用品紧急联络卡等等 面对地震配备正确观念才是最好的保密方法 计划新闻你要是明吉也台北烧道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